東涌是一個城鄉共融的社區 充滿歷史文化和生態價值 充滿歷史文化等各個角度去探索這個社區延續東涌的尾 充滿歷史文化和生態 東涌線延綫在2023年動工 透過鐵路延伸,主題導賞會注入鐵路元素 帶著大家一路遊歷東涌 一路了解鐵路及城市發展背後的故事 我們討論關於主題 自然、歷史文化、文化、文化和新駕駛 我們在東涌 但我們能夠維持地區的社區 這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修正的社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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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們這個燃油東涌 其實有另一個意義的 當這個完善落成之後 新城虎鎮 真是可以完成一片 最好的故事就是來自社區本身 這個導賞團的所有題材和元素 都是取諸社區、融諸社區 計劃的導賞員大部分是東涌的街坊 透過參與導賞培訓 希望可以由東涌人說東涌士 令東涌的居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社區 用他們的眼睛、耳朵、親身感受和發掘自己社區的特色 計劃亦和幾個東涌社區機構婦女培訓計劃合作 負責製作導賞團的紀念品 這個計劃的目的 其實是想組織一群婦女 令到他們可以在工作坊上學一門手藝 我們可以用這個手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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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ез利是在科技大學 成功是可以用同 stopping 分析從好好用的mie parfum ,而是在該》 並可以用這被進一colo Wohnung 作用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用這個手藝 我們很喜歡東涌的自然環境 以及這裡周圍的社區 參加學生寅景觀的製作班 很開心 而且我們可以帶來小朋友來 被小朋友見到 原來用唇膏是這樣做的 她會覺得很有趣 其實他們是社區很堅實的一部份 很多婦女透過這些活動和工作方 對社區了解多了 我們亦希望透過他們的工藝和創意 可以令這個導賞計劃的參加者 了解更多社區的動力和不同的面貌 我們相信參加者帶走的 不僅是一個旅行或者導賞經歷 可以是一個回憶一個故事一個感受 他們不單止聽人說故事 亦都可以將自己的故事加入 由東涌的居民俗寫屬於他們的東涌故事